中文字幕 李宗盛 高铁可以携带导盲犬这个规定 从2015年的5月1日起实行 只要旅客提供旅客自己的有效身份证件 导盲犬的工作证 还有导盲犬的动物健康检疫证明 包括旅客本人的一个残疾人证 就可以搬离的 为避免对个人信用造成影响 现在是12点多吧 大概可能中间可能补一次水 象征性的补一次水 就拿个小碗给它稍微喝一点点 然后让它不至于太渴就行了 然后到了家我再给它放松 既然它没有需要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导盲犬它既然是导盲犬 肯定经过专业的训练 也不会说是会咬人啊乱叫啊怎么样的 所以完全能接受 然后我们就直接经常的地区 就会说是会咬人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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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